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静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视频,您可以关注加订阅 这里每天分享养生知识 为您的健康保家护航 今天分享的是 比吃糖还可怕的五种高糖水果 第一名,竟然很多人认为它可以控糖减肥 糖尿病人群最好一口也不要吃 水果除了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外 很多人也会选择用来减肥 明明吃得不甜,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 反而变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嘴巴有时候并不靠谱 水果的含糖量高不高 可不是尝起来甜不甜那么简单的 水果的糖分,你有时候真的尝不出来 你觉得西瓜甜还是桃子甜 很多人第一反应,自然是西瓜 西瓜中所含的果糖成分特别丰富 而桃子主要含的是蔗糖 原来水果中含糖的种类主要有葡萄糖、果糖、蔗糖和淀粉 而按照甜度排列 依次为果糖大于蔗糖、大于葡萄糖、大于淀粉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西瓜更甜、桃子更香 水果的甜度不单纯与含糖量有关 还与糖的种类有关系 所以水果的甜度并不能代表含糖量 不甜并不等于含糖量不高 所以很多吃起来不甜的水果含糖量却很高 以下这几种水果属于高糖水果 糖尿病人群最好一口也不要吃 第一种西瓜 西瓜作为夏季最不能缺少的水果 再加上水分多还清甜 广受大家喜欢 随着时代发展 在秋天和冬天也已经能吃上西瓜了 不过西瓜好吃 它的含糖量和热量是特别高的 100克西瓜有42大卡 但里面所含的糖是在5% 在众多水果中也算是高糖水果了 如果你要把它当成正餐食用 是不建议的 适量吃一点还是可以的 第二种 芒果 虽然被称为果中之王 富含维生素A和维生素C 看起来对健康大有弊益 但是含糖量是相当可观的 一个中等大小的芒果 藏着差不多45克的糖 这对于需要严格控糖的老年人 或者是正在努力控制体重的朋友来说 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特别是对于糖尿病患者 频繁使用芒果 可能会加重胰岛负担 进而影响血糖稳定性 所以选择食物时特别是水果 还要多留心 要选择糖分少 对血糖影响小的水果 三 荔枝 荔枝不仅热量高 含糖量也是超级高的 吃荔枝总是停不下来 看似体积小的荔枝 很多人一次能吃上一斤 吃多了也特别容易上火 所以高血糖人群要控制每天的食用量 一次不要超过十颗 第四种 榴莲 榴莲这个被誉为水果之王的热带水果 因其独特的香味和浓郁的口感 而广受欢迎 但在减肥和控制血糖期间 榴莲会成为你的敌人 每100克榴莲 大约含有27克的碳水化合物 其中大部分是糖分 它的热量也相当高 100克就有147千卡 这意味着即使是小小的一块榴莲 也可能让你血糖升高 第五种 甜瓜 甜瓜虽然比较甜 但它的含糖量并不高 这是不是很意外 特别适合家餐食物 饱腹感强 一个甜瓜可食用大约300到400克 差不多是成年人一天需要的水果量 可以说是特别方便了 但是糖尿病人群不建议多吃 每天200克左右甜瓜就可以了 患上糖尿病之后 是不是就不能吃水果了呢 吃水果要谨记这四个原则 才会使血糖稳定 第一 选择温和性质的水果 糖尿病患者选择水果时 最好选择温和性质的水果 可以避免对机体造成刺激 部分含性或者是热性水果 也会导致血糖波动 因此 这类水果需要忌口 例如雪梨 榴莲 菠萝 芒果 芒果等 可以选择相对温和的苹果 香蕉 进行进食 第二 吃水果的时机 吃水果是需要掌握时机的 当血糖比较稳定 也就是空腹血糖 控制在7.8毫米以下 饭后血糖 控制在10毫米以下 糖化血红蛋白 控制在7.5%以下 在没有出现高血糖或者是低血糖的情况下 就可以享受水果带来的美味了 但是当血糖不稳定时 可以将黄瓜和西红柿等蔬菜来当水果吃 等到病情稳定之后 再选择吃其他水果 第三 吃水果要有度 糖药病人吃水果时 要注意不要过量 不管是糖分高还是糖分低的 都不要过度摄入 否则会升高血糖 每天摄入水果控制在100克到200克 并且最好的办法是分多次食用 同时煮食的量就需要减一点 避免血糖升高 4.把握时间 吃水果一般在上午10点 下午3点 或者在睡前一个小时 这些时间是比较理想的 因为人体在进食后 血糖会逐步攀升 到达峰值之后就开始下降 这三个时间一般距离 前面进食时间比较长 而距下一餐 还有点时间距离 吃水果就可以避免 因为摄入过多碳水化合物 而导致一线负担加重 同时在吃饭的时候 不要过多摄入碳水化合物 如米饭面条等 甜食更不能碰 要把一天的总热量 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那么糖尿病人 适合吃什么水果呢 医生提醒 这四种低糖水果 可以放心吃 可以解解馋 第一种 柚子 柚子的食用季节 一般在冬季 但是在夏季 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购买柚子 因为柚子里面 富含大量的维C 有清热降火功效 尤其是在夏天 不仅如此 柚子皮还可以放在冰箱里 用来除异味 它的含糖量是非常低的 普通人经常食用 是不错的选择 第二种 蓝莓 蓝莓是一种高纤维低糖水果 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C 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 蓝莓的口感比较甜 但实际上含糖量并不高 适合糖尿病人群食用 第三种 樱桃 樱桃的含糖量 每百克 仅为9.9克 血糖生成指数只有22 是一种低生糖指数的水果 樱桃不仅颜值高 味道甜 而且富含维生素A 胡萝卜素 铁等物质 可以促进体内胰道素分泌 帮助稳定血糖值 樱桃中还富含花色素 这种物质能够降低糖尿病人体内糖的含量 4. 苹果 苹果是一种低糖分高纤维的水果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尽管苹果口感甜美 但是其糖分指数是比较低的 不会导致血糖骤声 此外苹果中的纤维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控制食欲和血糖水平 糖尿病患者每天食用一两个苹果 也是安全的 以上这几种水果 糖尿病人群可以适量地吃 把握好食用的时间 这样对血糖控制也是有利的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 可以关注点赞转发一下 我们下期见